你有没有想过,人类第一次捕捉到外星信号的瞬间会是什么样子? 是耳机里突然乍响规律的脉冲,还是电脑屏幕蹦出从未见过的异常波形? 你好,地球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带你一起来揭秘这场始于65年前的宇宙监听行动。 1960年4月8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绿低天文台26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正死死对准,经鱼座方向。 30岁的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攥着笔,紧盯着滚动的记录仪指代。 这便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严肃的地外文明搜寻行动《奥兹马计划》 及SETI搜寻地外文明领域的起点,而他正准备迎来载入史册的第一次心跳。 奥兹马这个名字,源自绿野先宗里的奥兹马女王, 德雷克希望像多罗西寻找翡翠城那样,找到宇宙中的智慧绿洲。 他特意挑选了两颗离地球最近的类太阳恒星, 10.5光年外的天院4和12光年外的天苍5, 这两颗星当时就被推测可能存在宜居行星。 更关键的是,望远镜锁定了1.420级赫兹频率, 这是星际空间中氢原子自然发射的波长, 就像宇宙的公用频段,任何掌握无线电技术的文明都该认识他。 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望远镜断断续续观测了150多个小时, 数据被刻在磁带上反复分析。 直到4月8日那天, 纪录仪突然画出一道清晰的尖峰信号, 德雷克团队瞬间沸腾。 可当他们试图复现信号时, 却发现那不过是高空飞过的军用飞机发出的干扰, 人类第一次外星邂逅原来是场乌龙。 但这次尝试绝非徒劳, 他开创了SETI搜寻地外文明领域, 更让德雷克坚信, 只要信号存在, 我们终能捕捉到。 1973年, 本杰明·萨克曼和派翠克帕莫接过接力棒, 启动奥兹马二代计划。 这次他们把观测清单扩大到650颗恒星, 在绿低天文台持续观测4年。 而真正让SETI领域陷入狂热的, 是1977年8月15日那个夏夜, 来自俄亥俄州的意外收获。 当时,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巨尔射电望远镜, 正对准人马做方向。 这台有两个反射器构成的特殊设备, 通过平面反射器调整角度, 借助地球自转实现大范围空域扫描。 凌晨1时16分, 数据中心的打印机开始吐出异常波形。 观测者杰里埃曼凑近查看时, 瞳孔骤然收缩。 打印纸上一串6EQUJ5的编码赫然在目。 这串字符代表信号强度从6级飙升至U级, 当时编码系统中10级以上用字母表示, U对应强度18, 而宇宙背景噪音通常不超过5级。 他猛地抓起红笔圈住数据, 在旁边写下囚禁的WOW。 这个名字从此成为人类搜寻外星文明史上最著名的谜题。 这道持续72秒的信号精准落在1.420GHz的氢原子发射频段, 完全符合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莫里森和科科尼 1959年预言的宇宙公用频段, 且不存在任何地球干扰源的特征。 更奇特的是, 它的出现与消失严格遵循拒尔望远镜的观测轨迹。 当人马坐目标区域, 随地球自转移出望远镜视野时, 信号恰好消失, 完美匹配天体信号的运动规律。 消息公布后, 全球天文学家立刻调动设备对准同一空域, 但无论如何监测, 这道信号再也没有出现过。 此后数十年, 科学家们围绕其来源提出无数假说。 早期最激动人心的推测指向外星文明, 或许是星际飞船的偶然通信, 或是某个古老文明的定向广播, 通过计算机模拟定位。 信号源被初步锁定在人马座南部球状星团M5, 这个形成于宇宙早期的星团中, 步伐处于宜居带的古老行星。 2020年, 西班牙天文学家卡瓦列罗借助盖亚卫星数据进一步缩小范围, 将目标锁定在1800光年外的类太阳恒星2MS1928。 这颗恒星的半径温度与太阳高度相似, 理论上具备孕育智慧生命的条件, 但更多研究逐渐偏向自然成因。 2016年, 天文学家发现1977年信号出现时, 彗星266P克里斯腾森和335P吉布斯正处于聚尔的观测市场中。 2017年彗星回归时, 观测到它们确实会发射1.420G赫兹频段信号。 研究者推测, 40年前彗星质量更大, 信号强度足以形成WOW信号现象。 而2024年一篇寓印本论文提出更激进的解释, 可能是一颗磁陀星的超强药斑撞击寒冷清云, 激发出定向无线电波数。 恰好扫过地球形成的罕见宇宙事件。 不过这两种假说都存在疑点, 彗星信号强度远低于原始记录, 而磁陀星要斑的持续时间通常不足一秒, 与72秒的信号特征难以完全匹配。 直到今天, 这道短暂的宇宙电波仍未被彻底破解。 它就向宇宙投来的一撇, 既让CT研究者看到希望, 证明人类设备能捕捉到理论中的智慧信号 也提醒着搜寻的艰巨性。 Wow! 信号发现者艾曼晚年接受采访时仍坚持, 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 哪怕它再离奇。 然而今年, 再离奇的是真的来了。 近日, 神秘星际天体3i Atlas正在穿越太阳系, 好巧不巧, 它来的方向正好是当年Wow信号传来的方向, 角度偏差在9度以内。 因此, 哈佛大学阿维勒布教授 非常坚持地把它列为 3i Atlas十二大诡异之处之一。 时间来到2010年11月5日, 距离奥兹马计划启动正好50周年, 一项名为多罗西计划的国际行动悄然开启。 这个名字显然延续了绿叶先踪的彩蛋, 由澳大利亚、 日本、 美国等八国天文学家联合执行。 他们再次将望远镜 对准天苑4和天苍5, 这两颗被SETI界奉为圣杯的恒星。 此时的技术早已近飞昔比, 奥兹马时代的接收机带宽仅40万赫兹, 而多罗西计划的设备能同时扫描数百万个频段, 数据处理速度更是提升了上万倍。 尽管多罗西计划持续一个月的密集观测仍未捕获到明确的智慧信号, 但它意外推动了另一个发现。 2017年, 天文学家通过高精度光谱分析确认, 天苍5至少拥有四颗类地行星, 其中两颗正好处在一居带, 那里的温度能让液态水稳定存在, 是生命孕育的理想环境。 不过遗憾的是, 天苍5周围有巨大的尘埃盘, 行星会频繁遭受陨石轰击, 这可能成为生命存在的致命障碍。 而天苑4后来也被发现拥有行星系统和小行星带, 这意味着奥兹马计划当年的目标选择其实精准的惊人。 说到这里, 熟悉三体的观众肯定会联想到红岸基地。 刘慈欣在小说里描绘的那个位于大兴安岭的秘密设施, 拥有巨大的抛物面天线, 既监听外星信号, 又主动向宇宙发送地球信息。 这不正是奥兹马计划的科幻镜像吗? 红岸基地的原型虽有争议, 但它的核心设定与绿低天文台高度重合, 红对绿, 岸对低, 红岸对绿低, 懂了吗? 同样聚焦, 类太阳恒星, 同样依赖射电技术, 甚至叶文杰利用太阳放大信号的构想, 也暗含着对宇宙通讯标准的科幻演绎。 有意思的是, 现实中的奥兹马计划始终坚持被动监听, 而三体用黑暗森林法则警示了主动联络的风险。 这种现实与科幻的碰撞, 恰恰反映了人类面对宇宙的矛盾心态。 如今, 中国天眼FAST正成为SETI领域的新主角。 这台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灵敏度是绿低望远镜的20倍以上, 能接收到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2020年以来, FAST已纳入SETI观测计划, 重点搜索临近恒星的可疑信号。 虽然目前尚未公布突破性发现, 但它的观测范围能覆盖奥兹马计划的10倍区域, 或许未来第一个确认的外星信号, 就会来自中国天眼的数据库。 回顾这65年的搜寻历程, 从奥兹马的磁带记录到多罗西的全球联网, 从奥信号的昙花一线到移居行星的陆续发现, 人类似乎一直在空欢喜中前行。 2019年, 一项覆盖160光年内1327个恒星系统的CT调查, 依然没找到智慧文明的痕迹。 但这真的意味着我们是孤独的吗? 要知道, 奥兹马计划只观测了两颗星, 多罗西计划的覆盖范围也不到银河系的千万分之一。 就像德雷克晚年所说, 宇宙如此浩瀚, 没找到信号才更奇怪。 或许, 天仓武夷居带的行星上正有某种文明在演化, 或许, 汪信号确实是外星邻居的试探, 只是我们还没学会解码。 又或许, 中国天眼某天会突然传来那个改变人类文明的波形。 毕竟, 当奥兹马计划第一次对准星空时, 没人能想到, 50年后人类会发现数千颗细外行星。 宇宙的答案可能就藏在下一代望远镜的视野里, 而你我正在见证历史的铺垫。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影片制作不易, 你支持我们的唯一方式, 就是立即订阅, 狠狠按赞啊。